各位丁姐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釋經的討論會, 我們繼續說到數年恩賜, 恩賜之一是信心, 信心作為恩賜,應該不是說得救的信心, 而是說到相信神能行奇妙的事,包括行神職其事, 而為人祈禱的時候,能夠透過他的信心,叫人得醫治, 叫人得醫治的是神,不過藉著人的信心, 領受到神的醫治的恩賜和能力, 經歷聖靈或者生命更新, 聖靈透過他的信心,叫人得醫治, 叫人經歷聖靈,叫人生命更新, 因為他的信心是藉著他的信心, 當我們為人祈禱的時候有信心, 神可以透過我們帶來醫治, 透過我們幫助人經歷聖靈, 也叫人生命更新, 或者深信神能夠成就一切偉大的事, 信心是信任神會照著他的應許行事, 神應許我放心,神做事我放心, 就是神說了會做, 我們就相信,我們就不擔心,不憂慮, 全心相信神的恩典, 而是隨時相信神的大恩大愛, 這就是神所賜的信心, 就是作為恩賜, 信心作為恩賜, 其實呢,很多方面我們都是信心, 叫我們能夠得到神的祝福的, 譬如我很多時候都聽到有些人說, 覺得與神的關係不好, 我最近少了祈禱, 我呢,就有些罪,有些軟弱, 所以就覺得與神的關係沒有信心, 就是覺得與神好像斷絕了, 就是現在很困難, 就需要有人幫助, 當然幫助人是好的, 就是我們幫助他的靈命, 但是其實我們第一幫是幫助信心, 就是幫助他對神有信心, 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 聖經說了,當一個罪人悔改, 就算我們有軟弱, 神整個天堂都會歡喜, 所以有信心就說, 我知道我一悔改,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就會真心悔改, 我會真心遵從神, 神一定喜悅的, 而且聖經說我們愛神, 他就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以我未曾聽見的恩典, 那麽就, 以神為樂,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那麽人就會相信, 我一親近神, 神就必定喜悅, 神就必定回應, 所以,是不難的, 不代表他可以隨便犯罪, 就說不難的,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信靠耶穌, 我靠著耶穌得性, 是不難的, 我靠著耶穌去勝過罪惡, 是不難的, 那麽我就算未完美, 但我向著那一步去, 神已經歡喜了, 神已經祝福了, 那麽這一點呢, 就是信心了, 即是說,建立和神的關係, 都是很重要的信心, 不是祂遵從了多少, 或者祂呢, 離開罪有多少, 或者祂侍奉有多少, 當然我們是希望人, 就是神也希望人呢, 更成長, 更在主裏面處理罪, 更愛神, 侍奉神, 這些都是神想我們做的事來的, 但是因爲很多人呢, 就踢著那位, 我做得不夠多, 所以呢, 現在很難了, 而且有些人也會這樣啊, 啊, 我祈禱沒什麽感覺啊, 現在是否神離開了我呢, 這個又是一個, 有經歷聖靈的人的, 一個錯誤的想法, 其實經歷聖靈是很好的事來的, 譬如我自己這樣, 在1998年, 經歷很大的愛, 就叫我時時深信神經常愛我, 就不是經常去想那個經歷, 我什麽時候有這個經歷呢, 咦,我沒有這個經歷啊, 就是我跟神關係不太好啊, 這些就是一些錯誤的看法, 因爲我們很多時候的經歷呢, 震撼性的經歷, 不是每一天, 每一天同樣這樣發生的, 那我的解釋, 我自己的解釋就是這樣, 就是呢, 在我們初經歷聖靈充滿的時候, 因爲我們本來聖靈充滿的程度是很低的, 譬如我用個百分比來形容, 譬如他的聖靈同在的程度是百分之五, 然後呢, 當他,譬如在很投入祈禱, 敬拜愛慕神的時候, 忽然間被聖靈大大充滿, 或者是被人按手的時候, 這些都是可以發生的, 因爲聖經也說到, 試圖為人按手, 他們就被聖靈充滿了, 即是說是真的可以發生的事來的, 是有聖經的根據的, 那在那時候, 譬如他聖靈充滿呢, 去到六十七十百分比, 或者更高, 他自然有一個很震撼的經歷, 他經歷的時候可能去到很高了, 但他保持呢, 未必能保持到這個程度的, 譬如他保持可能在一個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這樣, 假設來的, 這個百分比事實上我們是不知道的, 大約的, 那他百分之三十四十, 然後他在一個聚會裡面再經歷的時候, 他那個程度是不同的, 即是聖靈充滿的增長程度不同, 所以他的經歷是沒有那麼震撼的, 那有些人就會說, 我以前很厲害的, 我又聽到神的聲音, 我又會經歷到很大愛, 又很感動的, 感動這件事真的是, 即是每一次不同的, 不代表很感動, 就代表很被聖靈充滿, 有些人就會這樣的, 我都哭了, 很感動, 即是聖靈充滿很大, 這個也是沒有根據的, 即是這個, 不一定他哭得緊要, 就代表他是很大被聖靈充滿的, 這個只是我們一個, 我們人的反應來的, OK, 那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時時都信靠神的應許, 這一點就是我們信心的意思, 信靠神的應許, 我悔改神就歡喜, 我親近神就歡喜, 我遵從神就歡喜, 就算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我就很開心了, 我知道與神關係是不難的, 所以信心第一步, 就是說我們與神建立關係是不難的, 即使我現在很軟弱, 我可以即時建立這個關係, 不代表我們輕看這個關係, 或者輕看親近神, 尊重神, 即是不代表我們輕看這些, 我們是應該盡力去做的, 這樣就不是作為, 好像盡力做, 多些功勞的心態, 或者這樣配得神的恩典, 這些不是動機來的, 而是神喜悅的, 我就樂意去做, 神也都紀念的, 我又樂意去做, 是一個歡喜, 輕省的心, 有信靠神的心, 神會喜悅的, 這樣來做, 他就不會害怕死了, 什麼時候呢? 這次經歷沒那麼厲害, 另一個信心就是, 譬如為人祈禱的時候會有醫治, 會有釋放, 趕邪靈之類的反應, 有時候有些人有這些經歷, 他就很震撼, 也有時候會依賴這個經歷, 他很喜歡, 他就說, 近來那些聚會的人都不是這樣經歷過, 以前, 以前的人很強烈經歷, 有趕邪靈, 現在沒有, 我就希望大家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他沒有邪靈, 就不一定要趕邪靈, 有時候有些人就覺得聚會, 很多人都有邪靈彰顯, 趕邪靈, 這樣就很厲害了,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他需要趕邪靈才趕邪靈, 他不需要趕邪靈, 或者一定聖靈的彰顯去到什麼程度, 這件事是當時的需要, 就不一定要追求同樣的彰顯, 也有些人就會有意無意地做的, 有些人經歷聖靈充滿, 在一些聚會, 他們就會很強烈的反應, 其實加強他的反應, 例如有些人就大喊, 那是不是一定那些大喊, 就代表聖靈充滿更多呢? 有時候未必的, 而是他很興奮, 他很興奮, 他也都趁機發洩一下, 即是他那些, 發洩一下他那些不開心, 或者將他那些興奮表達出來, 這些都不是有問題的, 不過有時候就會影響在場的人, 有時候在場的人, 就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為什麼會這麼大喊, 會到處跑, 有時候有些人會到處跑, 很強烈的一些不同的反應, 這些都不是必然的, 不是一定需要的, 我自己覺得在聖靈聚會, 有些人的反應, 其實是一些自己很興奮, 很開心, 甚至有時候是他有意無意自己製造的反應, 的確聖靈會帶來人會哭, 感動, 興奮, 這些都是會的, 但是有時候人, 就好像經常都想去那個位置, 所以就會很激烈的反應, 這個有時候是不必須的, 這個就是人, 有時候他其實是缺乏信心, 為什麼缺乏信心呢? 就是他覺得, 要這麼厲害才是聖靈充滿的, 我要做些事情的, 這些都是一些, 不是聖經所說的, 一定的方式, 我們明白, 就是我們愛慕神, 親近神, 神一定歡喜的, 神一定喜歡的, 我不用一定說, 要怎樣的彰顯, 而是我從心靈愛慕神, 我自己發現, 真的從心靈愛慕神, 是可以經歷平安、興省, 感動愛喜樂, 是可以經歷這些的, 這個成為一種習慣, 我也不覺得需要依賴這些東西, 但這個是真的會出現的, 是真的, 我們可以留意到聖靈的臨在, 我們就時時深信了, 現在神正在祝福我, 神陪我一起, 這一點就是有些人偏差的, 就是他就會說, 我以前這麼大的喜樂, 現在沒有這麼大的喜樂, 這個又會有問題, 其實我們有任何喜樂, 我們就歡喜, 多謝神, 多謝神和我一起, 這就是正面看任何經歷, 負面就是什麼呢? 這次沒有上次那麼厲害, 上次笑了幾個小時, 停也停不了, 這次笑了15分鐘, 就停了, 這些都是用一些方法來量度, 其實我們信心就是, 我信靠我親人神,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喜歡, 神一定陪伴, 好了, 去到醫治了, 就是我們相信神一定做功, 雖然我們有些不能解釋的事情, 就是聖經有說到, 保羅都曾經去加拉泰傳呼吸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病, 提摩泰類似患病, 耳巴忽提病到差不多死, 還有, 保羅的同工特羅非摩都是病了, 這些都是聖經有說的, 那為什麼保羅這麼聖年充滿都會病呢? 這些我們不去解釋, 只是說, 有些事情我們在今世未能夠明白, 我們去到天堂就會明白的了, 那我是深信聖經依然說, 神是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還有手愛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神是賜給我們這個權力, 我們就去為人祷告, 也幫助人處理生命, 叫祂得著醫治, 也深信, 神就在這裏, 神要大大詩恩祝福的, 為人祈禱的時候有這個信心, 就不是依靠自己, 祈禱的時候那些人有多少人病好了, 不是依靠這些, 是依靠神的應許, 神會使用我們的祖告, 來祝福別人, 或者是人經歷聖靈, 他們有經歷, 我們感謝神, 感謝天父, 幫祂經歷到聖靈, 也告訴祂聖靈, 聖靈臨在你身上, 是聖經所說的, 聖靈在祝福你, 你以後跟從神, 你也會保持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同時有一種心態, 就算那人沒有經歷, 我們可以告訴祂, 不要緊的, 沒有經歷, 你繼續親近神, 其實你親近神, 神已經臨在你身上, 你真心親近神, 神已經跟你在一起, 你就算感受不到, 經歷不到, 不要緊, 你慢慢可以進步, 你越親近神, 神就越來越同在, 你會越來越經歷到神的同在, 只要說經歷, 是否真的幫到我們跟神的關係, 這是有聖經的根據, 因為聖經說, 聖靈會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 聖靈會將神的愛囂灌, 即是說, 基督徒是可以經歷到神的愛的, 聖經有講到, 耶穌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賜給你們, 本來沒有的, 我將平安加給你, 即是說, 你會忽然間經歷更大的平安, 耶穌說, 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 我就使你這門得安息, 當你來到我那裡的時候, 我就叫你得安息了, 即是說, 是一個經歷, 一個強烈的安息, 醫好傷心的人, 就是說, 那些人真的傷心得醫治, 即是這些是可以經歷, 是我們可以, 信靠聖經的應許, 是可以經歷神的, 我們就用一個正面的看法, 就是我有親經歷, 我多謝神和我一起, 沒有經歷的時候, 都深信我親近神, 神一定和我一起, 只要我真心親近神, 神一定和我一起, 這個就是, 有信心, 對神的應許有信心了, 就不是說, 這次沒有經歷, 或者經歷沒有那麼強, 即是說, 神離開我, 這些又是一些錯誤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由他的經歷, 否定了神應許會臨在我們身上, 祝福我們, 我們不去解釋, 為什麼這次經歷不到, 有時候在人的內心, 有時候有不同的情況, 或者發生的事影響我們, 不重要的, 我們不用控訴, 我們只是說, 真心祈禱, 神一定會聽到, 有時候人很沉重的時候, 他就算經歷到平安, 他留意不到, 甚至把平安放在心中, 他留意不到, 不代表神沒有和他一起, 這些都是有信心, 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就相信, 神是會看顧他的百姓, 喜愛他的百姓, 喜愛敬慰他, 以及等候他慈愛的人, 盼望他慈愛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有信心, 我們親近神, 愛神, 神一定會歡喜的, 神一定會祝福的, 神也使用我們祝福別人, 在為人祈禱的時候, 很重要是信心, 有些人的心態就像, 這是有些人的想法, 為人祈禱, 好像要發功, 發功力出來, 叫你經歷, 這是錯誤的, 是應該怎樣呢? 向著耶穌, 耶穌你很想祝福他的, 我有時叫一些, 我們的學員去操練, 為人祈禱, 我是想大家的心愛慕神, 神啊, 我歡喜你, 我愛你, 我感謝你, 神你都很想祝福人的, 不是我們有什麼功力, 不是我們發出什麼力量, 是我們信靠神, 神的同在臨在, 神的強力同在臨在, 就會祝福對方, 這一點是需要搞定的, 就是說, 我們真是信靠神, 一定回應我們親近祂, 祂的同在會祝福別人, 這種心態來為人祈禱, 神啊,你一定和我一起的, 你一定圍繞著我, 加力給我的, 我信靠你,你一定會祝福我的, 我真心跟從你, 你一定會祝福我的, 這種心態呢, 就會帶來更大的神的同在, 和祝福的, 另外, 有些人呢, 其實為人祈禱, 我見過有些人參加聖年聚會, 祈禱的時候呢, 他就有意無意, 或者其實其實是有意, 他不知道, 或者他知道, 虛人的, 我見過有人為人祈禱, 怎樣呢, 當作簡潔這個人的頭, 這個手, 那麼他會怎樣呢, 按住他, 好了, 他當他稍微向後, 一往, 他立即的手頂著他, 是用力的, 頂著他, 不讓他回頭, 他又一往, 又再頂著他, 那麼他去到的程度, 腰彎都不能夠不跌倒,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很想看到有人跌倒, 這個呢, 其實跌倒是好的, 就是聖靈的能力臨在, 叫他跌倒是好的, 那麼呢,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 也都可以有人扶著, 讓他躺我在神的同在之中, 愛慕神能, 躺我在那裡, 就不要在那裡空白, 也都不要在那裡想其他事情, 而是在那裡愛慕神, 讓神的同在, 停留在一個人身上去祝福他, 是有好處的, 但是呢, 我們不是一定要跌倒才經歷到這些好處, 有時候人站在那裡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 和愛的, 那麼我們就, 隨著聖靈的工作, 他真的令到他跌倒, 就跌倒啦, 沒有跌倒, 又不是要推他, 頂住他, 讓他一定要跌倒, 有些人扶人是怎樣呢, 他就頂住他的後腳, 讓他不可以向後再退, 那麼他一定會跌倒, 那麼這些都是一些, 不必要的行動, 就是為了想要見多些聖靈的彰顯, 那麼這個都是, 其實就是對神沒有信心, 不是信靠神造工, 而是我想有人的方式, 去達到一種外面的果效, 所以信心作為恩賜, 就是說我有信心, 無論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我自己的靈命, 建立人的提升, 事奉啊, 或者是為人討告病得醫治, 心靈醫治安慰啊, 經歷聖靈啊, 我們都深信, 神一定祝福凡是愛他, 親近他的人, 真心信靠他的人, 神一定喜悅的, 當我們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神就可以大大使用, 就注目在信心, 信靠神的心, 有一件事我想說明, 有些人認為信心是什麼呢? 就是, 我很信, 很信, 我信得很大力, 很有信心的信, 很有能力的信, 這樣就有歧視發生了, 其實, 信心不是一定這樣的,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我們的父母是很愛我們, 我們就說, 我父母, 他不會丟下我, 他一定會關心我, 一定會回來幫我, 這就是信心, 他不用, 我很信, 我爸爸一定回來, 他一定回來, 我很信, 他就快點回來的, 這個是, 即不是真實的情況, 真實的情況就是, 我相信他, 無論他快回來, 或者不快回來, 我相信他一定回來的, 我們信神的工作也是一樣的, 有時候, 有些人很想, 他的問題解決, 很想經濟, 或者, 他想婚姻上, 神為他預備一個配偶, 經濟, 或者, 事奉有能力, 他就, 我要好信, 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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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會做這些事了, 那你就會說, 現在還沒有發生, 因為我信得不夠, 我要信多些, 這個就變成, 他的信, 是信他的, 信心的力度, 這個也是, 另一樣東西, 就是信他的信心力度, 我們信神一定祝福, 信神祝福的時候, 就好像兒女的心態, 就會很興省, 神一定幫我的, 我親近神, 神一定幫我的, 神一定祝福我的, 當然, 他的心真的, 全心相信, 但是, 全心相信, 是全心信靠, 我知道神一定會幫我, 神一定祝福的, 我放心, 所以, 真正的信心, 就不是用力, 而是, 全然的倚靠神, 輕省, 平安, 沒有擔心, 沒有憂慮, 神一定幫我, 就算現在多困難都好, 都不要緊的, 有病, 神醫治我, 非常好, 沒有醫治我, 我都信神愛我的, 有一天, 被迫伯死了, 我們也很深信, 神可以有能力救我, 但如果我真的為殉道而死, 不要緊, 神會紀念, 神會賞致, 神一定在愛我, 神是喜悅的, 於是, 我就放下一切的重擔, 我若死就死吧, 不要緊的, 就是這樣, 這就是有信心, 面對一切的困難, 很多人就不是的, 他們有困難, 就會對神沒有信心, 就會說, 是不是要怎樣祈禱, 怎樣祈禱才能得到呢? 其實就是, 我們真的相信, 神是慈愛, 一切的事情在祂掌握之中, 祂一定會祝福, 凡信靠, 親近愛祂的人, 一定會祝福的, 所以我就放心信靠祂, 放心親近祂, 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我會輕輕鬆鬆, 親近神, 輕輕鬆鬆, 事奉神, 輕輕鬆鬆為人祈禱, 這就是一個, 健康的, 信心的觀念,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帶來更大的祝福, 更大的能力, 神使用我們祝福別人, 更新別人的生命, 就不是靠我們, 好像信某一些的彰顯, 信我信心有多厲害, 不是信心, 信了我的信心有多厲害, 信心是信神的可靠,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我們先祈禱, 如果你待會想到問題, 可以問的, 多謝天父, 大家可以站起來, 放鬆的人,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真美善, 神是美好, 極之美好的, 神你有豐盛的恩典, 慈愛, 我們可以放心, 信靠你, 無論我們在健康, 在疾病的時候, 我們都信靠你, 一定愛親近你的人, 我們遵從你, 你一定歡喜的, 無論我們在任何困難之中, 事情不順利, 我們都信靠神在幫助我們, 也都萬事互相效力, 我們叫愛神的人,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困難的環境之中, 其實神也是在幫助我們, 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接受這些困難, 也都幫助我們在困難中得力, 有神從神而來的力量, 我們就能夠靠主站立得穩, 也都當我們在事奉中運作的時候, 為人按手祈禱, 或者帶領人敬拜神, 愛慕神, 我們都深信神在做功, 於是我們就全心愛神, 全心親近神, 全心歡喜神, 神就透過我們的禱告去祝福其他人, 祝福他們經歷聖靈, 祝福他們經歷聖靈的更新, 改變醫治, 安慰, 心靈的醫治, 神都可以做這些事的, 我們相信神有能力, 所以我們就放心了, 我們就放心跟神的關係, 我們深信神必然祝福那些聽你說的人, 我們親近你, 你一定會歡喜, 我們遵從你, 你一定會歡喜, 一定會賞賜, 我們去侍奉你, 你一定會歡喜的, 即使我們做小的侍奉神都會歡喜的, 我們也可以做更大的侍奉神, 是會更加歡喜的, 我們就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去跟從你, 多謝天父, 我們跟從你, 侍奉你的時候, 不是帶著壓力的, 不是一直說, 自己做得夠不夠好, 而是我們就說, 神啊, 我親近你, 你一定喜悅的, 我們都改善, 但是呢, 改善的時候, 不是一種壓力的, 多謝主,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耶穌叫我們興省, 我們就信靠神的美善,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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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讚好, 神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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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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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讚好, 多謝天父, 神你是美善的, 我們就可以信靠你, 你是大能的, 我們可以信靠你, 我們可以放鬆的人, 輕輕鬆鬆信靠你, 神你必然歡喜的,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主耶穌有你真好, 我們有耶穌萬事足, 有耶穌我們就不擔心, 不憂慮, 全心信靠你, 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應許, 神應許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應許我們的事情, 當我們親近祂, 愛祂的時候, 祂必然祝福, 這些是神應許的, 我們就信靠這些應許, 我們不是信靠我們愛神, 我們信靠神的應許, 神必然會做的, 而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一定會做的, 所以我們信靠, 對象不是我愛神有多少, 而是神一定會歡喜我們, 去努力去愛神, 我們盡力去愛神, 我們嘗試去愛神, 神都會歡喜的,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歡喜的態度, 來親近神, 多謝主耶穌, 感謝主耶穌, 我們為人討告時也相信, 神一定會喜悅和使用我們的,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 神啊, 你真好, 你一定會按照你的方式做事, 我們就可以放心了,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 好像, 為什麼這麼多事情未改變呢? 這些是神的掌握之中的,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任何人, 他沒有權力做任何事情, 所以, 任何的發生都是神所知道的, 不是神叫人有罪惡, 而是神知道一切的事, 他會掌權的,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主啊, 我信靠你, 我求求你, 我僅靠你, 主我僅靠你, 主我僅靠你, 以愛感觸摸我身, 而我感觸我身, 向我擁抱我自己, 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 主,我更靠你,主,我更靠你, 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我只归你, 神一定欢喜,神一定接受,我们真心亲近你,遵从你,侍奉你, 你必定喜悦的,我们全心爱你,全心遵从你。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信靠的对象是你,不是信靠我们的好行为, 不是信靠我们信心够不够大,不是信靠有什么圣灵的彰显, 人有什么经历,不是信靠这些, 是信靠你掌管一切,一切在你的手中, 神你必定是施行奇妙的事,一定做美好的事, 所以我们就全心信靠你,没有担心,没有忧虑。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感谢耶稣,来到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 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呢? 我今天讲这个信心的定义, 和信心作为恩赐,和信靠和神的关系不难, 事奉也不难,也有信心在我们为人祈祷的时候, 是相信神一定做功, 信靠神一定会做祂想做的事, 也相信神有能力行神即其事, 我们就经常深信的对象, 是耶稣一定要做伟大的事, 信心是放心,是轻松, 所以不是好像,我要好信,好信, 不是好像信自己的信心的能力, 我是信得过神,所以是轻松的, 我信得过神,我轻轻松松的亲近神, 是放心的亲近神,神一定做祂工作, 这种信心和我要信得很强的这种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也想信得很强的, 就是说怎样信得很强呢? 神我知道祂一定做好事的, 所以我全心放心,我全心信靠祂, 你必然喜悦的, 大力的信心是什么呢? 是放心, 全然的轻松, 神一定做奇妙的事, 都是可以加强的, 譬如有些人,他的信心是小的, 我信神会做事的, 但是我们说我很信了, 我整个生命加在神的手中, 我所有事奉加在神的手中, 我知道神一定会做祂奇妙的事, 我就放心信靠神, 这样这个时候就是信得过神了, 就不是信得过自己祈祷有多大的信心, OK? 好,我希望大家明白到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就叫我一生都是一个喜乐平安的状况, 生活和神的关系, 相信我的亲意神神便欢喜, 就算我有软弱, 我立刻要求赦免和对付罪, 也将我们不是说耶稣赦免 BCutzum之后就 worth犯罪, 就对我们的信经道醒很绰许,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 disse Whitester him 1 遭遇更有厉害犯罪, 令我想犯的因 Mr. 21, 大胃犯罪, 神一直usa weight and Ghz1, 都建不离回祂的家, 有犯罪的后果, 所以我们知道罪有罪的后果, 我們就揭力對付罪 如果的時未對付到 我們就求主赦免 求主加力給我們 神啊我徵活這個罪 求你加力量 叫我爭恨這個罪 以致我離開罪 其實離開罪的能力就是什麼呢 我深信神一定幫我 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祝福 烦愛他的人 遵從他的人 而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當我在這個情欲 在這個憤怒 在這個擔心憂愁 負面思想的情況 我就說我越擔心越不好的 我就相信神的影響 我越信靠神越祝福的 所以我就全心信靠神 就靠著耶穌去勝過這些罪 就不讓這些罪影響 因為我知道罪有破壞性 所以我就靠著耶穌去勝過這些罪 那麼我就可以選擇 當有罪的意念 我即時去處理 就不需要受這些罪的核制 因為有罪的意念 我只是說我不需要憂愁的 我不需要擔心的 不需要憤怒的 也不需要在情欲裡的 我也可以平安輕鬆 活在聖結之中的 神一定會歡喜 神一定會加力給我的 那我就去求主幫我們 思想神的完美和美善 就去活在神的美善之中 就這樣來勝過罪惡是輕鬆的 對付罪和輕鬆的 活在聖結之中 祈禮對搖禮 對付尼 心情 也不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